T-PASS的相關的經費是由中央政府 由交通部 由行政院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編列跟補助 其實這個事情不是 四個地方政府所能夠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要割這種道 也實在是沒有必要 我想這個事情其實蠻可笑的 在選舉之初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 北北基桃的市場候選 在民進黨專案黨部 一列排開 提出這個T-PASS的一個政策 那雖然四個市長我們沒有當選 不過民進黨在中央執政 我們一樣由中央來推動這個政策 推動T-PASS的一個政策 那大家可以知道 這T-PASS的相關的經費是由中央政府 由交通部 由行政院 來進行相關的一個編列跟補助 其實這個事情不是 是四個地方政府所能夠做到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要割這種道 實在是沒有必要 這整個政策就是民進黨 在選舉過程裡面提出來 雖然沒有當選 但是同樣地去完成 對選民對市民的一個承諾 由中央來統籌推動T-PASS的一個政見 我想所有使用T-PASS的民眾 應該都可以感受到它的一個便利性 以及對大家交通的成本的一個減輕 我想這個對大家的一個負擔其實減輕滿多 所以是一個值得大家肯定的一個政策 不過國民黨的市長 因為這個霸梁要來收割這個 所謂的掛長尾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不足取 其實人民也會看在心裡面 台灣的眼睛 民視